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向好 民众的生活也逐渐恢复常态 河北省石家庄部分书店陆续恢复营业 3月22日 记者在石家庄市新华书店图书大厦看到 门口有专人负责测体温 酒精消毒 民众扫码登记后方可进入 在图书大厦里 民众购书 看书都戴着口罩 保持一定的距离 据石家庄市新华书店图书大厦副经理赵卿介绍 为了给市民提供一个安全的购书环境 他们每天对收银台 扶梯 书架 卫生间等重点区域定时消毒 倡导急迈急走的购书方式 我们达书市新华书店图书大厦是3月14号开始正常营业的 由于疫情的特殊原因 我们是原来的营业时间是从早9点到下午6点半 调整为早上10点到下午5点 我们现在齐畅这种无接触式的微信或珠宝这种支付方式 我们一直在播放这种温馨提示 就是一直提示顾客能够急买急走 我也不提倡您能够在这长时间的逗留 据赵星介绍 目前来店里的民众大都购买意向明确 其中教材教普类书籍成为了人气商品 疫情期间呢 男性孩子在家里学习效果和网课这种状态 所以这个教材教辅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这种针对性的这个需求 订单量我们就是一个猛增的一个状态 在另一家书店记者看到 昔日民众打卡的网红书店变得冷清许多 只有少量民众在挑选书籍 不少民众表示在家里憋久了 来书店逛一下换一种环境 也是一种放松的方式 趁着周末没有什么网课 然后就出来放松一下 今天想买一些数学的辅导书 还有别的一些课外书 比如说明朝那些事我挺喜欢看的 你手机查的好多东西它比较琐碎 不用书整理的这个 看着也比较舒服 老看着盯着盯着手机盯着电脑看 孩子也有这种疲劳感 每天的都是盯完了以后眼疼 带着扯的头也疼 有的时候还是感觉看书 比较舒服一点 选书的顾客也就二三十位 周六日的话会稍微多几位 但是也是不太好的 过来选购的顾客 大部分都是以学生和家长为主 然后尤其是这个高三的学生 会选购一些复习资料